哇 嗯 好的 那林一誠呢 之前剛跟他合作開始的時候就是在 電視上熟知他的 活潑開朗 那他演的戲也一直以來都是 活潑開朗路線 但常常就是 可能藝人的形象都是 作品跟媒體 附加上去那之後跟他相處 之後才發現原來 他是一個 很文靜的女生 就在拍戲的時候覺得他是這個人 下戲的時候他是另外一個 就是一個很安靜 然後書卷氣息很濃厚的 一個女生 Ella的話就是我師姐 可是他拍戲的時候 覺得是以那個尊敬的 感覺在跟他演戲 但我在戲裡又要瘋狂的愛上他 那我又以為他是男的 但師姐呢 其實也蠻會照顧人的 那再加上他 就是 又是一個開心果 所以整個拍攝現場的氣氛 都非常的歡樂 楊成琳呢 她就是一個更求好心趣的女生 就常常會 跟他一起 分享角色 甚至是分析那個角色是什麼 星座 會說出什麼樣的話 就覺得 跟他演戲好像有一種 自己也可以當編劇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 陳琳她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生 就是在私底下 大家都是和樂融融 然後她又很喜歡 講笑話 甚至是 那個有時候會給工作人員一些驚喜啊 所以相處起來也是非常愉快 聚會善 聚會善呢 我覺得就蠻有挑戰性的 因為第一語言不同嘛 第二 再加上 其實應該也是會 讓自己專注力變得更強 因為 知道她什麼時候呢 我應該接下一句話 那也很開心的 跟她合作呢 就是 之後去韓國 就不怕沒有導遊了嘛 之後去韓國 就有人帶我去吃好吃的 喝好喝的 對不對 逛好逛 太開心 那跟林心如呢 就是 她本身呢 就是 前輩嘛 這樣講她會不會建議啊 但我們現在其實是很好的朋友 就時常在用簡訊聯繫彼此的近況這樣子 那也覺得很開心 那個時候呢 拍戲的時候似乎長胖了不少這樣子 因為她很喜歡買東西到現場 請大家吃這樣子 那再加上 她 你會發現她 她 其實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就是 雖然她的地位 跟她的 支力 就是很高很深這樣 但是你跟她相處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大家就很像同年齡的朋友一樣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壓力 甚至 她也會 用她的經驗 然後跟你分享 在戲劇上如何表現得更好 這樣子 喔 還有王心靈 哇 我跟這麼多人演過戲 好 王心靈呢 我們都是處女座的 那彼此都很龜毛 然後對一些細節上都很要求 這樣子 你會發現說 她 看起來很嬌小可愛 但她其實是一個 呃 蠻堅強 然後甚至是一個 蠻 呃 呃 蠻會 也是 呃 很多事情她都很 就跟我一樣 處女座很龜毛 就是 我們都會例如說 咦 導演 還可不可以更好 欸導演 我那個 哪邊還可不可以 再一次那樣 就因為我們兩個處女座聚在一起 哇 辛苦工作人員 我們太求好心切實了 每天呢 就是因為 導演覺得OK 我們還覺得想要更好 就不小心的就是 都會比較晚收工 但是其實我們這麼做 還不是為了戲好的 是不是 相處起來我覺得 跟每位藝人應該都有 不錯的火花 但我跟林心如呢 覺得相處起來 是蠻特別的就是 呃 因為她 一直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她是前輩嘛 一直這樣講 她會不會生氣啊 對 但是可能相處起來 就很像同輩啊 同年齡的感覺 然後 就是 拍戲的時候就覺得 時間過得很快那樣 然後 相處起來還蠻開心的感覺 對 常常在互相開玩笑 而且她又很喜歡聽我講人笑話 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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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